南方调查局今天同样是一个这个攸关公共政策的案例 那么平东县政府呢计划在二级古迹的高频铁桥旁要设置一个火葬场 当地居民誓死抵抗要守护家园 而县政府说这是一个最佳的地点 说居民有所谓的灵弊情节 而居民则是指控说县政府的这个选址的过程不透明 涉嫌违法 今天我们的专题报道 数百位民众聚集在屏东县政府前反对新建火葬场 屏东县计划新建火葬场的地点选在高频铁铁桥旁 这里没到黄昏假日如知的游客新人婚纱摄影 把这座二级古迹过去的历史节点拉回到现在的轨迹上 来左脚踩高 然后来美女你也一样然后搂着它 为了活化古迹 政府六年来耗费了将近一亿六千万 美化周边的环境 如今却计划盖火葬场让居民难以接受 来到这里就说哦那种状态啊 代表了冰冬啊那些狗啊 这是八八风灾后从火车上拍下高频溪沿岸岸淹水的景象 居民调出第七河川渠淹水的空照图火葬场的基地就在淹水区内 淹水的证捕补助的收据居民言之早早 却跟县政府承办人员的说法大相径庭 外面有这间嘛 外面有这间 外面有这间 外面有这间你的岸 对对对对 有岩岛水嘛 岩岛对 这都是到这里哦 有哦 最满的时候啊 最满 我们要出地的时候是到这边 民众有提过一些照片 他给的淹水照片 不是这个地方 不是那个地方 对不是这个地方 所以 距离那个地方多远 距离这个地方 其实我会觉得坦白讲不是很远啊 那如果是没有淹水的 为什么你当初会这个补助 这个受灾户呢 县政府选在古迹 行水区旁边 甚至可能淹水的地方盖火葬场 让居民百思不解 对月土地相关的资料才发现 计划新建的火葬场土地 在97年以前还是核串地 今年8月底 才变更成一般的农牧用地 显示县政府是先决定地点 再变更地木 17年就开始做这个变更 然后变更到今年的8月31才完成 那因此他选址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没有完成程序哦 都还是河川区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零币设施 想先一开始听到 就打心理先反对他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有一些传言说 这里是行水区 然后这里是怎么样的 离学校很近 离什么环境 那政府都完全没有做一个选址 是什么其他考量 先政府评估多个地点 最后认定 这里是相对僻静 人口最少的地方 但是决策过程的不透明 逼得居民以立即的角度出发抗议 使得争议的焦点各自解读 也让居民对政策产生了不信任感 选址报告书 还评书 通常都不给 我们在跟他要的公文上面都有呈现 我们都用公文按照资讯透明法 按照这个行政公开法 去跟他要 这是公共事务嘛 结果他就是一直推推推 你一直把他排斥到 这个地方是不洁的 不干净的 不要靠近的 靠近会儿子会刷到的 所以你才会把他跟他弄开 那你如果一这样的话 那铁桥周边根本什么都不能做 根据统计 平农县有330个公墓 共有1078公顷 居民认为 只要把原有的公墓 重新整建成公园化 是比较有效 而且合理的替代方案 但是县政府认为 火葬场设备已经老旧 唯有重新规划低碳 预建筑火葬场 才可以改善殡葬的品质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他会好好处理这一块 古迹的存在 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我们是不是 从这样的历史的原软 我们要告诉后人 要让他们去珍惜 我们呼吁朝鲜长 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公民的这个参与权 然后愿意公开的讨论 反对温州庭 我家的后院 没人愿意被盖火葬场 在公共政策需求性下 政府透明以及合理的方法 才能减少因为 毕竟设施造成的冲突 因为毕竟设施造成的冲突 身边也没有伤在